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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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滿分10分的話 給8分吧 因為沒有抽到別的LG吧 第一分應該就是可以穩穩的 拿下啦 也不要說穩就是我們 只要自己不要犯什麼失誤 要輕鬆贏地分應該是沒什麼問題 我相信我們的阿智 不是對到BLG的上路 應該是隨便你啊 可以的話還是滿像 跟BLG大的 因為我想看阿智打阿兵會長什麼樣子 如果要對到的話 希望 那個後面 也是有機會對到 你會不會浪費時間嗎 首先已經 差不多適應PCS了 交流就是 有時候會 一起討論一些東西吧 他們在團練的時候 我都會進OP房 跟著看 因為打野通常都是一些 臨場的東西 所以 要看畫面 就口頭問也不好問 然後 就是學到一些 之前很容易浪費時間 然後俊家就不會浪費時間 嗯 就希望 第一年的話 可以打進小組賽吧 希望 可以那個正常發揮吧 就 我們發揮出我們隊伍的實力 因為這是我第一次來PSG啦 那以往的PSG都是有韓元嘛 所以說這部分我可能覺得 就是我沒有參與到的部分 但是因為 這次拳台班其實 直教上面跟以往來說的話 沒有太多的不一樣 因為這些選手其實 其實 以前都是有合作 大多數都有合作過 然後也是比較熟識 所以 帶起來就是 算是 還OK的 這樣子 其實這次 我覺得跟去年 比較大的區別 還是在韓元身上 因為其實 香港選手的話 他們講的也是普通話嘛 就是中文 所以其實是沒有什麼區別 但是因為我們有 韓國選手嘛 去年的時候 那韓國選手當然 當時候的Gory 可能中文程度是特別好的 但是當時候剛來那個Bury 的中文程度不是那麼的好 所以其實溝通上面 還是會有一點 比較難以溝通 那個時候可能就要參雜一些 英文啊 有可能甚至他們兩個 可能要用韓文溝通啊 對 我覺得這一點還是有比較大的區別 我覺得這次的改動 也談不上 就是利多或不利多 因為這次的改動來說的話 我覺得打野位上面 可能會比較多的一個變化 那其他路的話 可能還好 但是我們打野的 適應度算是 挺不錯的 所以說這方面 我覺得算是 沒有特別擔心 但是你要說到利多的話 可能也還好 這樣子 其實實際上還是要看 真實的訓練賽打的情況 在 我們才能知道 版本真的會長什麼樣子 因為 以過去比賽的Bandway來說 其實我覺得 MSI可能Bandway會稍微改變 然後 打野也變動了 所以如果 好的打野比較少 又會被 呃 按掉的話 那我覺得版本就可能會改變 這得到時候 比賽跟訓練賽看 因為我們目前也是 這幾天才開始訓練賽 那其實 我們也還在找有 一個手感的部分 算是恢復訓練吧 這樣子 所以說目前來說 大家 還沒有到最好的那個狀態這樣 抽籤的話其實我應該會給個 7分吧 然後 分數沒那麼高的原因是因為 其實 呃 對我來說 就是我覺得 抽籤的 打到誰 並不是那麼重要 就是 主要是你還是要抱持贏的決心 不管你對到誰 即便我們今天可能是遇到 大家公認可能 入圍賽最強的BLG 我覺得那對我們來說都是 我們要去贏的對手 所以 抽籤的 其實還好 打DFN的話 其實我們還是蠻有信心的 然後我們其實在抽籤公布前 剛好也跟 DFN 打過訓練賽 對 因為畢竟現在剩下的隊伍不多 就是能約訓練賽的隊伍不多 其實DFN是一隻比較傳統的隊伍 就是他們就是 圍繞著下班去再打 那他們 因為之前的商務也走了嘛 也去歐洲賽區了 那他們新來的商務也是 比較偏坦克的類型 對 他們就是一隻很傳統 然後 然後拚打團的隊伍 反正因為我覺得 以往世界賽來說的話 其實變數都是蠻大的 那我其實 整體而言我覺得 我們只需要把自己的東西打好 會比較重要一點 因為這次的NSI 其實應該算是 我們這個團隊大多數人第一次的NSI 這樣子 所以說我對團隊期許是 就是能把自己發揮得最好的才是 最重要的 因為只要能發揮得穩定 其實我覺得要贏 是可以看得見的 我的話其實 因為我之前去過NSI了嘛 然後我是覺得 其實我們只要把自己的東西 想要打的內容 打出來 那我並不覺得我們隊伍 比起其他賽區 可能會比較弱 從健負賽可能最後一場的觀點來看的話 我覺得我們跟其他賽區的強隊 其實蠻有競爭力的 那我還是希望選手到那邊之後 能夠可能撇除緊張的因素啊 時差的因素 然後把我們自己想要的內容 打出來就行